大家好 欢迎来到麦斯学院 上节课我们讲到了 我们完整性约束条件中的默认值 那接着还剩下最后一个 就是我们的唯一性约束 其实呢 它也是一个唯一性的索引 首先呢我们说过 我们在表 一个表中 只能有一个主件 但是呢一个表中可以有多个唯一 这一点需要注意 那被标志成唯一 字段的值呢就不允许出现重复 但是有一个特例 就是我们的浪值不算重复的值 那首先呢 我们唯一性约束可以通过 有那个key来实现 那现在呢我们这个key 可以省略掉 而主件呢只能是prime省略掉 这一点需要注意 那我们再带着大家来测试一下 唯一 也可以拿我们这个网站注册为例 假如说你要求网站中的用户名 不允许出现重复 那在username这段呢我们就可以添加上一个唯一 测试 unique key create一个table if not exist 写成一个user9 接着呢 id id tinynt and send auto key auto increment 再来一个username vx20 不能为空 必须要给值 但是呢写成一个unique 如果说这个notnot我们先不写 unique qe notnot unique 加上脑袋呢也可以 那再来一个什么呢 再来一个card 写生一个 chr18 也是唯一的unique 这样的形式 但是你看到card这一列 我没有指定 不能为non值 那接着这样一个表就已经成功了 一个表中只可以有一个主件 但是呢可以有多个唯一 这一点需要注意 那唯一性的字段呢 也能标志着这样一条记录 查询一下 dinc下user9 你看到 在我们的key部分 有两个 唯一 unique 代表unique 那接着呢 你也可以查看一下 show create table 加上一个user9 看到unique key username 其实呢以后你会知道 这就是一个唯一性索引 这是索引的名字 哪个字段上 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被标志成唯一字段的 被标志成唯一性的字段的 插入值的时候 这个值不能出现重复 我们可以来写上一个 insert username user9 username字段必须给值 Values Values 写上一个 A 一个用户 成功 那接着你再来写上一个A1 成功 查询一下 select信号 from user9 你看到 有两个值 而cut的字段 你没有给值的情况下 你看到 默认值是non non值不算 重复 那接着你再来 你再查入一个A1的时候 这时候就报错了 duplicate entryA4key username 告诉你 A1这个字段 A1这个值 和之前的值 重复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username字段 是一个唯一性 所以 或者说唯一性约束 这一点需要注意 那接着我们再来试验一下 card insert user9 username card values 写成一个b card呢 写成一个111 这是可以的 那接着我们再来一个 card字段写成一个non 再来一个non 记住 non值算特殊的 它不算重复 那这时候你会看到 都成功了 我们再查询一下 信号 from user9 你看到 b1 b2 两个non值 这不叫重复的值 这一点需要注意 那你也会根据你的需求 给某个字段 添加唯一性约束 好 那现在你看到 我们整个 键表时 你需要用到的这些内容 都给大家介绍完了 那现在你在写的时候 我们给大家写上一个完整的 创建表的语法规则 create table 可以有 if not exists 加上表明 table name 通过engine指定存储引擎名称 默认的是inodb 接着可以通过chset 来指定编码方式 默认utf8 也可以通过autoincrement 指定它的自增长值 当然 你这个表中一定有字段 是自增长的 那首先呢 表中先有你的表结构 再有你的数据 那先给字段 来一个名称 接着呢 再来字段 类型 那完整性约束条件中 你可以先加上 ansend 代表无符号的 或者是zero fill 按照这个顺序来写 也按照这个顺序来省略 接着你也可以通过 not或notnot 来标志是否为空 默认的是 可以为空的 接着notnot之后呢 你还可以来标志 是否是主件 prime key 这个prime可以省略掉 或者是unique 这个key可以省略掉 unique 接着呢 也可以是你的自增长 auto increment 注意自增长 一定的是要和谁啊 和你的主件 一起来使用 我们还稍写了一个 notnot之后 如果说有默认值的话 可以通过default 来添加你的默认值 这样的一个形式 按照这样的顺序来去写 这一点也需要注意 好 我们把它除掉 下来之后呢 有了这些内容之后 大家再重新的 重新的把什么呢 把我们之前写过的 user表 你看一下 show tables user表 这里边这么多次段 接着呢 还有什么呢 还有这个新闻表 分类表 课程表 这些表 你需要按照你的需求 来加上我们这些 完整性约束条件 来保证你记录的一个 完整性 这也是大家的一个 小作业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主要是介绍了最后一个 唯一性 约束 下来之后 大家按照我的要求 把这些 唯一性约束测试一下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就好 先用一项 我们下来之后 我们下来之后 就下来之后